旗袍充满着东方的神秘和想象力 它悄然无语地紧贴在身体的表面 优雅而不张扬 那种含蓄就像中国女性特有的温润品质 然而旗袍也是一面镜子 它同样映照着中国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 1943年2月18日 美国各大报刊杂志都刊载了一天前 华盛顿国会山的演讲 演讲者是一位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女性 她的名字叫宋美玲 有趣的是 这些报道都已对宋美玲的服饰描绘 作为开头 身着一袭黑色旗袍的宋美玲 以从容而开朗的谈吐 内敛而雍容的气度 赢得了国会山听众热烈的掌声 而那身端庄优雅的旗袍 则帮助她完美表达了中国女性的气度 因为她的体型形态非常好 穿着旗袍的话很合适 因此的话她出访各个国家的话 基本上是以旗袍为主的 也许人们并不知道 旗装诞生之初并不是女装 而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 满族男女所穿的长袍 满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在17到19世纪的中国 袍服是满族男女老少 一年四季穿着的服装 这种服饰多采用左刃 袍身一般都较为金窄合体 以利于骑马或其他激烈活动 这种设计非常适合 这个马美民族的生活习惯 同时 骑装的袖子也设计得比较窄小 便于射箭活动 满族的勇士 就是穿着这样的服装 在17世纪的中国 得以斥炸风云 伴随这些战霸来到中原的 不仅仅是这些强悍的勇士 还有他们本民族的生活习惯 登上全力巅峰的他们 曾强力汉人替发衣服 当时 这种命令 极其汉人强烈的反抗 这种反对的浪潮 不断地排打着这个新生王国 还不十分坚实的敌案 于是新王朝 不得不采用更为缓和的政策 这个政策限定了提法衣服的范围 汉人和满清政府 做了相当大的反抗之后 那么清政府就放宽了一些要求 其中有出家的僧人 他可以不从满足 孩子可以不从满足 这个上障 就是死的人 可以不从满足 那么其中呢 还包括 女性的穿着的这个风俗 可以不从满足 这种较为宽松的政策 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 同时也为汉族服饰的传承 留下了一片天空 虽然男士服装呈现出了统一的特点 但是汉女与其女 在装扮上的取向 却慢慢地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 汉女输瓶剂 头戴黑绒布帽和遮眉乐 发型低矮而贴体 表现出低眉顺眼的含蓄气质 而其女则输奇迹 因头发中插入架子 使之呈双脚扁平状 故又称架子头 这种假计到咸丰以后 更为夸张高耸 演变成为达拉赤 被汉人称作奇头 这个清朝的时候 因为男宠女不宠 所以女人的服装 满汉是分两色 满人穿满人的 汉人穿汉人 汉人基本上是穿两节衣 这是到清朝末年 虽然清朝末年的时候 满汉有很多交流 但是总体上来 就汉人是穿女子 穿上面是衣服 下面是裙子 或者上面是衣服 下面是裤子 这样两节穿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使得汉族和满族 在死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 逐步走向了融合 而他们的服饰 也不断开始相互借鉴 生活的安逸 使得奇装 慢慢地变得宽深大秀 而汉装袄 开始变得越来越长 类似于奇服 奇装也开始慢慢地吸收 汉族独特的文式图案 刺绣工艺 以及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服装的 它的性别的主要的一个方面 它不是靠服装的型的变化 它是靠装饰面料 比如说有红的 上面织修一些花朵 蝴蝶 你也看这是女装 修几个雄性动物 或者那些东西 颜色上暗一些 蓝的等等灰的 这个是蓝装 所以它不是靠 这个型的变化 到了清朝中期 奇女与汉女着装的界限 已经不太明显 到了晚期 更是互接互用 同一时期的奇装和汉装 表现出同样的实行做法 和装饰手段 奇汉两个民族 已由初期的对立 慢慢走向了相互融合 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背景下 旗袍迎来了 它绽放的第一个春天 奇装的金饰开始出现变化 有大金 偏大金 琵琶金等 这些诱人金饰的确立 是以右为上的传统思维观念决定的 奇装的扣字 变成了一个中国传统的符号 这种盘花扣 是古老中国节的一种 是中国人 对服装认识演变的作用 我活在古代早期 用长条的衣带 束缚宽松的衣服 圆明以后 渐渐用盘扣来连接衣襟 用布条 盘制成各种花样 成为盘花 盘花的题材 多才选具有浓郁民族情趣 和吉祥意义的拓案 咱们这个旗袍盘扣呢 它是出来的东西 是立体的东西 而且它还有一个造型 因为中国节 它的这个工艺呢 就是比较固定的 不管大呀小啊 它基本上就是工艺 但是这个手工盘扣呢 等于它就很多 很多花样 而且它不是一色 盘扣的花式种类丰富 有模仿洞植物的菊花扣 梅花扣 金鱼扣 盘接成文字的吉字扣 瘦字扣 喜字扣等 也有几何图形的 如一字扣 波形扣 三角形扣等 盘花分裂两边 有对称的 也有不对称的 盘花扣的作用 在中国富士的演化中 逐渐改变 它不仅仅 有连接衣襟的功能 更成为装饰服装的 点睛之笔 生动地表现着 中国富士 重意韵 重内涵 重主题的装饰趣味 不仅如此 奇装的用料 也开始很讲究 对于当时 富裕家庭的女性而言 这种服装 就是一种 华美的装饰品 旗袍用料 一般都是比较高档的 那个 织锦断面料 针丝面料 织锦断面料 就是比较铁货呀 清代织物文样 多以写生手法为主 龙 狮 麒麟 凤凰 仙鹤等鸟兽 还有梅兰竹菊 以及八宝 八仙 福禄 寿袭等 都是常见的图案 色彩鲜艳复杂 图案 纤细繁入 当时奇人衣袍 大量使用花边 花边最初的作用 是为了增加衣服的牢度 使衣服经久耐穿 所以大多安装在 衣上容易损伤的部位 如领口 袖口 衣巾 及下白等部位 后来渐渐成为一种装饰品 它的装饰功能 渐渐替代了实用功能 到了咸丰铜制年间 达到顶峰 有时整件衣服 全用花边相识 几乎看不见原来的衣料 在这张发黄的老照片中 当年酷爱照相的慈禧 为后人留下了 皇家旗袍的身影 这种旗袍 把华丽的特点 发挥到了极致 在繁复沉重的 织绣和饰品下 主人的面容和体态 似乎变成了衣服的陪衬 慈禧凝重的面容 与身上华贵的旗袍 形成强烈的对比 从他脸上的表情 后人无法得知 当时的他 是否已经预见到 如干年后 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辛亥革命 这场深刻的变革 不仅把封建王朝 变成中国永久的历史 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赶走了皇帝 捡了辫子 当时在京城里 好多满族人都不敢穿西装 黄黄 辛亥革命的炮声 震撼了那个古老而沉睡的中国 革命者们怀着雄心壮志 来改造这个伟大的古国 他们认为 那些不适合时代进步的东西 都应该被革命的浪潮冲刷掉 但是一件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 竟然发生了 可以说令我们的革命者们 民主革命者们也没想到的 他们是本来是要推翻满清的 为什么我们的女人们突然选择了 跟满族妇女穿戴是一样的 奇人的服装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 反过来 奇人女子的袍服 迅速在汉族进步女子中风行起来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在那个革命的狂潮里 满族的服装可以在怀着 强烈民族自豪感的汉人中流传开来 这确实在史学上的话 引起大家的兴趣 那么实际上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奇装 这个奇袍这个女装 这个满族的这个女装 那么她是上下 刚才我们讲是上下通体的这个服装 那么这个在张爱玲的更衣剂当中呢 就有对于这个奇袍 为什么能够流行的一段论述 那么在她的看法呢 她说女性穿奇袍 我们关注点呢 不是不能放在这个民族的问题上去讨论 而是呢 放在男女平等 性别平等 这个上面去思考 专家认为 在那个时期 女人们穿起类似男人长袍一样的奇装袍服 是男女平等意识 在服装上的外在表现 这种平等的意识 跨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 在这种新思想的推动下 奇装袍服 慢慢地从奇女的服装 演变成为进步女性的装束 这种服装 逐渐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开来 但是 社会的发展总是一个过程 封建保守思想 依然紧紧守护着自己的阵地 特别是在女装领域 张二宁用一个形容四个字来形容的 叫严冷方正 那么还是从他的这个严冷 这个词呢 我们就可以听 可以感受到 还是受到这个封建礼教的这个束缚 它是非常端庄的 非常严肃的 非常庄重的 不能显体型的 1920年前后 新文化运动的风潮 唤醒了人们 对美好事物的渴望 褪去贵族色彩的旗袍 开始走向平民 旗袍的形式和用色 也不再受规定 逐渐普及开来 年轻一代 对新事物的追求 也水涨船高 服饰仪容 大为改观 上海妇女 原来穿用的衣服 短可持腰间 长可持膝盖 在这时 发展成为长到小腿 没有袖子 类似奇装的袍服 人们称这种新鲜事物为 旗袍马甲 将日常生活中的旗袍马甲 加上文明新装中 风行的极肘喇叭袖 构成了旗袍最早的流行样式 此外 另外一股潮流 也在从西方涌进中国 1925年左右 接受西式教育的女学生 开始更大胆地 在旗袍和文明新装的基础上 融入西方服装 特别是 西式裙装的元素 新女性希望借此表现 尊重人的新观念 她们用旗袍 表达解放身体 表现身体的呼声 把旗袍 视为中国女性 追求男女平等的称呼 不过 这次女性呼唤解放的新生 似乎并没有引起 那些传统中国男人们的反感 旗袍在时代推动下 开始往自己 灿烂的顶峰盘登 她曾经 登上中国女装的潮流顶峰 她是中华民族融合的见证者 幽远的岁月 赋予她惊人魅力 漫长的历史 沉淀动人故事 跨越时间组隔 聆听历史回音 旗袍在动荡时代里 不仅保留了传统服装的特征 而且 它还有一个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 同时西方审美因素的加入 又迎合了新派人物 对西方流行的偏好 1929年4月 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鹫 从北平到南京安葬 民国政府公布了 有关服装的条例 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 主流社会基于这种 既传统又开放 既古典又现代的服装 以极高的评价 早期生活周刊上曾有记载 1930年1月9日 上海大华饭店 举行国货时装表演 道者千余人 由体格健美的男女 穿着时装 缓步鱼冠而出 分男女西式服 女子长旗袍 臣服 晚服 婚礼服 等九大类 此时各大报刊杂志 开辟服装专栏 还有红极意识的 月粉牌时装美女化 都推动着旗袍 作为时装的流行和发展 此时 中国的旗袍形式 出现了金牌旗袍 和海派旗袍 两种审美去向 政治中心难以以赫 上海成为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文化中心 那么在那里形成的一些文化特点的东西 大家赋予它是一个海派 具体来讲 也就是受西方影响 更浓更多的一个文化影响 所以我们称作海派的这种旗袍 肯定是更加大胆 更加性感 所以包括装花边 有的旗袍后来用西洋的蕾丝 做袖子 它有的袖子 它做成这种很飘逸的 都有 就是它把西洋的很多这个服装的元素也应用到那里 那么相对海派 那北京的金牌旗袍 就相对比较保守 就是基本上是传统的演变的幅度不是很大吧 如果说金牌旗袍 如同大家归宿 那么海派旗袍就是摩登女郎 金牌古典而雅致 海派浪漫而风情 那时 欧美服饰的最新款式 仅需三四个月就会流传到上海 而全国各地又以上海为楷模 三十年代的欧洲女性时装下摆很低 而腰线较高 长裙是此时的风尚 这股流行风也吹进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上流社会名媛的乐园 是中国女性的潮流中心 女性热衷于打高尔夫 学习骑马 旗袍在她们这里变得健身和高差 更加注意对女性体态的表现 她们利用作者 打简 使旗袍变得更适于活动 此时的旗袍连宿学间 收腰徒胸 高领开叉 下摆达到了最低点 而开叉直到臀部 中国女性的腿 第一次展现于自然的天光云影之中 中国女子的话 过去是不能把自己的手臂露出来的 笑不露齿 心不露足足 更别说把这个半截 大半截这个手臂暴露在外面 那么这是对这个传统礼教很大的突破 那么也是审美上的很大的突破 包括那个侧面开叉 那么这都是过去传统礼教是不可能的 配合上旗袍呢 配合了很多舶来的一些服饰品 像长筒丝袜 皮鞋 甚至于是高跟皮鞋 早期的旗袍简练而质朴 为旗袍的个性化 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虽然看似大同小异 实际上有着丰富的局部变化 进入三十年代后 旗袍造型走向成熟 很难说是谁改良了旗袍 无数中国女人让她走向完美 各类中国女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做种种变化 海派旗袍更是与国际流行女装几乎同步 中国的旗袍艺术发展到了顶峰 以她简练的线条完美的造型 折服了国内民众 那时候 女人们既可以到胡同边弄档口的裁缝铺 去定做旗袍 也可以把裁缝请到家里来制作 还有的干脆自己做 无数中国女性的审美主张 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对旗袍的全体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 和西方文化的开放 有机的结合 使旗袍摆脱了老实养 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 束胸裹屯的传统 女性的体态和曲线美 开始泄露出来 高峰的状态呢 可以讲是到了三四十年代 那么也就是解放之前吧 可以讲是中国女性啊 最主要的衣服就是旗袍了 那么上至上流社会 下至仿杀场的女工 学校里的女学生 只是在布料和加工的精良程度上的差别 所有的女性都穿上旗袍了 这是我们中国旗袍史上的一个最辉煌的时期 达到了这个极致 达到了顶峰 那么旗袍的样式 旗袍的这个用料也非常非常丰富 同时呢 它也随着这个社会地位的不同 它也相应有这个穿着的一些规矩和这个符号化的 这个可以可供大家识别的一些内容 如此宏大的包含性 使得气袍迅速在中国风行起来 阔太太用紧断丝绒缝制气袍 小家碧玉则穿着棉麻制的气袍 高低档面料共存 到三十年代 旗袍已经成为中国女性主要的服装 中国旗袍的艺术发展到了顶峰 它以简练的线条 完美的造型 折服了国内民众 旗袍步入了黄金时代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这个在中国开布最早的城市 那么在旗袍的这个 这个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过程中 上海这个城市乃至于上海的一些 上层社会的女性和这个艺术界的女性 那么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带头的作用 那么上海的那些影星们 他们的这个旗袍或是开刹开高刹 或者是在旗袍上加这个不同的装饰 都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 在那个时候 旗袍无疑是中国城市里最动人的颜色 它裹挟着婀娜的身姿和极致的优雅 透露着罪人的气质 经过苍茫岁月和风尘遮蔽 旗袍那织金绣银香滚盘花的花彩 始终萦绕在世人心间 在全世界被称为Chainstress的旗袍 所指的正是三十年代的旗袍 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始装 但是战争的硝烟从天而降 再次遮盖了旗袍的光芒 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 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经济萧条时期 物资极度溃乏 据四十年代初暴载 意料涨价百分之百 所以在服饰装扮上力行节俭 倡导旧衣运动 时代的改变 使得旗袍已经不再像三十年代那样 拥有一边扫地的奢靡 长度缩短至小腿中部 甚至高到膝盖处 夏季则多倾向于取消袖子 降低领口 省去了种种繁琐的装饰后 旗袍变得更加简便 尸体 而此时兴起的国货运动 使旗袍在面料上也颇具特色 厂家静香生产人造丝 人造羊毛 以代替丝与羊毛 与博来品相抗衡 土布也成为旗袍常见的用料 四十年代中期的旗袍 改良了两种稀释配件 垫间与拉链 把传统的盘香钮 直角钮换成拉链 成为当时的时尚之一 旗袍的领子 也做了工艺结构上的改进 做成可以拆卸的领衬 挺刮而易于拆洗 此时中国成为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重要一员 中国特色的旗袍 也开始出现在西方的视野里 宋美龄身着旗袍访美 更是在美国的时尚舞台上 掀起了一股中国旗袍的旋风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面对外敌入侵 时尚从人们的生活重心引退 民族的自立自强 成为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抗战胜利 反法西斯胜利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还给了中国人国家的独立 和稳定的生活环境 但是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 在艰苦的岁月里 人们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 丢失了太多东西 其中包括 女人装饰自己的那种极致的美丽 建国后 蓝灰黑 占据了中国人服饰色彩的全部 女性的服饰趋向男性化 岁月流逝 旗袍被中国女性冷落了 在时代的前行中 人们仿佛遗忘了 装扮自己的心情 旗袍到了解放之后 越来越多的咱们家工人 农民 这些女性的话 她不会去穿着旗袍了 因为像男性一样的 去劳动 去工作 去做半边贴 去做铁姑娘 那么因此 旗袍这种服装的话 显然是不符合 这些时代的要求 然而有一位女性 恰无声息地坚持着 她身上永远的一袭旗袍 提醒着人们 在我们国家 曾经有这样一种 风光无限的服装 她就是 孙中山先生的妻子 宋庆龄 这里是宋庆龄故居 陈列在这里的旗袍 简洁淡雅 全黑的气泡 脸口坠着白色类似花边 电青的袍身上 点染着若干米黄 既庄重 又不是女人的情趣 在这些老照片里 她大多身着气泡 她钟爱气泡 而气泡也恰恰演绎出 她具有的那种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的大家风范 时间在慢慢地改变中国 也在改变人们的观念 在时间的河流里 起跑就像是一片 漂浮在大海上的叶子 时而浮出海面 接受灿烂阳光 时而暗藏在激流里 改革开放以后 国门打开 国门徐徐打开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封闭了很多年 所以呢 大家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服装 那么一部分 肯定眼睛是望着外面 国外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当时的资讯 不是很发达 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眼睛是看看我们过去 我的母亲背 我的奶奶背穿过什么 其中旗袍是首选 相隔近半个世纪 八十年代后的中国 人们再次把目光 注视到了旗袍上 思想的解放 让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着装 对于中国女性 最能体现完美身材的 模糊于旗袍了 然而 那时旗袍并未再度 大范围流行起来 究竟是为什么呢 它没有成为 更为广泛的 普遍的穿着 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原因 一个是 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生活机制很快 都市化的这种程度很高 所以呢 像当年这种服装形式 已经不适合我们 骑公交车 骑自行车 甚至地铁 这样 所以呢 它已经跟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距离 所以它不可能成为 我们日常服装 它曾经登上中国女装的潮流顶峰 它是中华民族融合的见证者 幽远的岁月赋予它惊人埋底 漫长的历史 沉淀动人故事 跨越时间组阁 聆听历史回音 美丽的旗袍 离人们的生活仿佛很遥远了 可是 当中国的艺术 开始与世界沟通 开始回顾自己美丽的历史 述说罪人往事的时候 在反映近代中国普通人题材的一些影片里 旗袍通过电影屏幕 以令人惊艳的美 倾到了全球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民族 人们在影视作品中追寻旗袍的踪迹 看着那穿着旗袍的影像 便可以闻到一股岩 流年的暗香淡淡飘来 旗袍 带着东方女性古典的韵制 郁郁还羞的矜持 风字绰越 韵味无穷 旗袍的紧贴 与东方女人 柔美玲珑的曲线 浑然一体相得一争 就在这种细微的设计里 她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旗袍是内敛的 她小心地包裹着身体 滚边和盘扣 严守着女人们的秘密 她又是开放的 斜斜的高叉 开合有度 增一分则多 减一分则少 这种设计既神秘莫测 又浪漫风情 旗袍与西方的晚礼服 比较起来 一个简约凝练 一个繁复夸张 宛如国画与油画的区别 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时代的发展 再次把旗袍 推到了潮流的最前端 高贵典雅的旗袍 以及神秘含蓄的气质 再一次俘获了人们的心 在梯形台上 起跑成为时尚的宠儿 在国际舞台上 起跑再一次成为 中国女性 产现自我风采的最佳选择 起跑经过了一百年的风云变换 终于在二十一世纪里回归 重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著名的中国演员 甚至许多外国名模 也在尝试在重要场合 穿着这种独具魅力的中国服装 为自己增添风资 今天 中国人在服饰上 有太多选择 时尚流行成为了一个相对的概念 但是 起跑作为一种符号和文化因子 却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力 起跑 隐藏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 这种传统的审美 与现代繁忙的社会 既有冲突 又有和谐 审美需要距离 这种距离也许会很远 但是 也可以很近 就像我们可以从电影里一次次回味 这种扯不断离开乱的美丽一样 旗袍走过的岁月 是近代中国女性意识变化的轨迹 留今岁月里 中华民族从对抗到融合 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变迁 旧记载载 那精巧雅致的小历领上 温如窈窕的腰线中 记载载 中国的起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